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最近我们探讨过许多次 关于国际反币税浪潮这个话题 其实呢 随着防范税机侵蚀 以及利润移转的措施 越来越完善 在一个租税环境变化底下呢 有效管理税务的议题影响 已经成为企业不可不面对 而且需要立即处理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所以在集团税负成本极小化的目标底下呢 如何善用我们的相关法令 提供各种不同的租税优惠 可以让企业合法跟合理的降低税务成本 我们的政府呢 为了奖励投资 促进创新研发 然后呢鼓励产业转型 已经寄出了相当多的 租税相关的优惠政策 分成了投资人 公司还有员工这三个层面 究竟在这三个层面 我们应该如何善用政策提供的空间 去为公司发挥最大效益呢 本集节目邀请到了 KPMG安侯建业税务投资部的执行副总 谢昌军Eason 以及陈于文经理Lina 邀请两位专家 将着重于公司这个层面的 三项主要的租税优惠 如何适用 来跟大家完整的做说明 让我们欢迎Eason 嗨Peter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好久不见了 第二位是Lina 哈喽Lina你好 嗨Peter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Eason 在这三个租税的优惠的层面 我们如果先从最上层 也就是公司的层面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享受到的租税优惠 大概有哪些呢 好 现在我们说法针对这个 公司层面的租税优惠 主要是提供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关于研究发展支出的 投资抵减 第一种是机械设备的投资抵减 另外一种呢 是所谓的实资投资的 温配云的抵减 那首先就研发的抵减来讲的话 当公司具有研发能力 然后从事产品或技术 或者是服务流程啊 或是创作的创新活动 如果他这个研发活动 具有高度的创新的时候呢 就可以申请适用 在一定的支出的金额里面呢 抵减他应该缴纳的因所税 那具体来说的话 公司可以选择说 在他支出的15%的限度内 抵减当年度的因所税 或者他可以选择 在支出10%的限度内 抵减三年度的因所税税额 第二种呢 就是所谓的机械设备投底 当公司投资 他的机械设备 包含是所谓的智慧机械 5G或是资安产品 或服务相关的全新硬体 软体技术 或者是技术服务 他支出金额 在同一课税年度里面 如果合计达到100万以上 然后在10亿元以下的范围里面 他也可以选择 在支出的5%的限度内 抵减当年度的因所税税额 或是在支出3%的限度内 抵减三年度的因所税税额 但是他有个限制 就是说各年度投底金额 不得超过因纳税额的30% 所以说当投资金额较大的时候 公司就可以自己去 做一个评估 到底是要选择3% 还是选择5% 然后分当年度抵减 或是三年度抵减的方式 是 他给你一个选择的空间 对 但是一经选择 就没有办法变更了 那第三种 就是所谓的实质投资 抵减温配盈余税 大家知道说我们在台湾 针对温配盈余 他有一个5%的 这个温配盈余税 但是他为了要鼓励公司 他去做一些投资 所以说当公司新建 或者是购买 供他自己生产或营业用的 建筑物软硬体设备 或是技术 这个时候 如果说他的那个支出金额 达到100万元以上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这个支出 用来抵减温配盈余 然后以免除 温配盈余税 加征5%的规定 这样 是 所以大家要先精算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方案 选择下去 对自己公司是最有利的 因为刚才伊森提到说 选择下去就不能改了 对 我想请教一下丽娜 刚才伊森解释的这些方案 他们申请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 其中研发投底跟智慧机械5G 资安产品的投底 都需要事前递交申请书 还有相关的减负文件 给中央事业目的主管机关 进行事先的一个申请 那研发投底的申请期限 是在每年结算申报 开始前三个月到申报截止日 也就是每年的2月1日到5月31日 那另外一个智慧机械5G资安产品的 投底申请期限呢 就是在每年结算申报前的四个月 至申报截止日 也就是每年的1月1日到5月31日 其他的还有不需要申请的吗 有的 像是实质投资抵减未分配盈余 就不需要进行事前的申请 仅需要在未分配盈余申报时 自行依规定申报抵减即可 所以依照他目的的不一样 或者说你选择方案的不一样 其实他有一个申请与否的权衡的空间 可以这样说 是的 是那我想请教 在研发投底这块 当然也都是目前全台湾 或者说全世界 其实最热门的投入的区域 因为他有最高的 可以说的这个技术的困难度所在 所以研发投底 相信是很多人可能会想要投入 但是这些厂家他会碰到一个 就是费用抵减的问题 我想请Lina进一步的解释一下 他认定的一些细项好不好 一般来说呢 最常见抵减的项目是 专门从事研究发展工作 全职人员的薪资 那如果是兼职研发人员的薪资 那他就不符合我们申请的一个要件 而且呢 全职研发人员的差旅费 保险费以及善杂费 也都不得列为 投资抵减的一个申请项目 如果是专门从事研发工作的 全职人员 他参与研究发展 专业知识的教育训练费用 他是属于执行研究发展计划 所需的一个情况下 那在符合法定的范围内 仍然可以去申请一个抵减 但是呢 如果是例行性的一些行政费用啊 检验支出等等 因为与研发活动 没有直接的一个关联性 是不得作为抵减项目的 所以这个认定兼职跟全职 大家要先搞清楚 就是如果他是一个 聘来的全职人员的话 他才能够被认列 那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他其实某种程度上 这样子的抵减 他有一些竞争的成分在里面 可能你跟对手 可能外商在做一些竞争 所以他在研发认定的地点上面 或者说专案的性质的认定上 也有一些差异吗 是的 原则上呢 研发的一个项目呢 应该要为公司自行在台湾研发者 除非呢 说有一些个别研究发展的一些计划 部分有委外的必要的时候 公司他可以委托国外大专院校啊 或是研究机构研究 那这些发生的费用呢 就可以透过专案认定来进行申请 那我想请教一个 也是定义上的问题 就是研发到底 要研发到什么程度 可以被催无机关认定是研发 而不是一定的改进 研发跟改进 应该字面上就不一样了嘛 所以他在实质的认定程度上 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Peter那边提到的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研发活动必须要是高度的创新 如果只是现有产品服务流程的 一个改善活动的话 就不符合我们投资抵减 适用的一个资格 那具体来说呢 主管机关他在审查的时候 他会去看公司的研发成果 是否有具备目前技术 无法达成的一个显著功效 那相关的产品呢 流程呢 是不是具有高度的创新 在技术方面呢 也会去看说 是不是有具有其他专业知识者 所不能轻易完成的一个技术能力 以及他是不是能够去显著长期 解决现在所存有的一个技术问题 是刚才Lina提到的说 必须是高度创新 而不可以只是改善改进 你现在有的流程跟产品 这个定义大家必须要特别的重视 不然可能你是没有办法享受相关的税务优惠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刚才提到的有一个智慧机械 以及5G以及资安相关的投资抵减 这是三项认定标准 还是说它是一个认定标准呢 它是同一个认定标准 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说呢 公司它在购入这些设备安装部署的一个地点 原则上要以公司自由 或是承租的生产场所 或是营业处所为限 因为呢 智慧机械5G资安投底 当初政府发布这样子的一个租税优惠 就是要来鼓励台湾的企业呢 可以多运用相关的一些技术 来从事营运活动 来落实自通的一个安全 是 所以在这三项里面 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参考这一项认定的基准 它有没有一些原则 或者说一些除外不得申请的 一些事项的明确规定呢 有的 就是说呢 申请这些投底支出的一个范围啊 如果是向他人购买 或是委托他人制造 而取得的软硬体设备以及技术 它可以列为费用抵减的内容 只有取得的价款 运费以及保险费 它不可以包括像是为了购买 相关的软硬体设备技术而支付的 像是贷款利息费用啊 佣金关税等等 而且维修费用也不得纳入投底的一个范围 哦 是 所以这两项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 有没有一些例外事项要跟大家分享的 最后提醒大家的是说呢 购入相关的软硬体设备技术之后 原则上是不可以去变更 它原先使用的一个目的 像是转借出租 转售 退货以及报废等等 否则就应该要向税捐急诊机关补缴 以及抵减的所得税款 并且要按日加计利息 但是呢 它也有一些例外的一个情况是说 这些设备报废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天灾所致 或是因为公司依照企业并购法规定 办理合并分割收购等事项 导致软硬体设备或技术的遗传 那在这种情形下呢 它是可以例外去免补缴税款利息的 是 谢谢Lina的解释 那刚才我们分享的很多的优惠 这个试用空间是在台湾嘛 地点是在台湾才能试用 那我想请教一下Eason 其实现在台湾也有很多从事先进技术 跟比如说半导体相关的一些研发的外商 那外商是不是也在这个税务优惠的 试用范围内呢 基本上要试用这些作为优惠 它必须是要依照我国公司法设立的公司 所以说如果是外商在台的分公司 它是因为是依照外国法律设立的 所以它不能够试用 但如果说是外商在台投资设立的子公司 它就可以试用 这两者差别 我相信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有点忽略 但是分公司跟子公司 在Eason的这个介绍底下 就是两者之间 确实一个是可以试用税务优惠 一个是不行 这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那我想请教一下Lina 就是刚才有一个实质投资抵减未分配盈余这一块 它的认定基准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 这个部分呢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说 它的实质投资的投资日 以及投资金额的支付日呢 都必须要符合盈余发生年度之次年起 三年内的一个规定 举例来说 如果一间公司它在109年投资购买了机器设备 那110年支付价款 就不能去抵减109年度的未分配盈余 因为实质投资日为109年 也就是购买机器设备的一个年度 但是109年发生盈余的四年起三年内 它的定义会是110年到112年 如果是110年投资购买机器设备 112年才支付价款 那就可以去抵减109年度的未分配盈余了 换个方向去思考呢 如果说112年去投资购买了机器设备 并在同年度支付了款项 那就能够去抵减109年度到111年度的未分配盈余 但是呢 就不得用于抵减108年度以前 或是112年度以后的未分配盈余了 是 这个投资日跟支付日这两个规定 大家要特别的看清楚 因为刚才Lina花了一些时间解释 两个时间之间的差异 她要怎么去抵减 那我想请教一下Eason 在适用税务的优惠范围上面 就是她可以适用其中一条 然后她又投时用同样一笔投资账 去试用另外一条来抵减两个不同的税务优惠吗 基本上如果说你指的是说公司申请这个智慧机械5G的这个设备投资抵减 以及跟那个实质投资抵减问佩余税的这两个项目 这两个租税优惠来说的话 她其实并没有规定说她不能并用 所以说简单来说就是说她是可以同时试用的 但是她有一个条件就是说 她抵减的总和不可以超过当年度因那因所税的50% 所以这个上限就是只能达到50% 它不能让你试用更多了 对没错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可能也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不能够一次想要抵掉太多的税 是没有这么好的优惠空间 对没错 另外就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上 其实台商也面对日益高张的一个挑战 所以全球供应链当中台商的制造业的地位 要如何去巩固 我相信透过税务优惠也能够创造一些相对的空间出来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是一项叫做前瞻研发支出 另外一项叫做先进制程设备 这两项也是相关的投资抵减优惠的措施 那我想请教一下Eason 这个前瞻研发支出 跟这个先进制程设备的投资抵减 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认定的条件吗 我想首先来讲的话 它最一般性的条件就是说 它必须在三年内这个公司呢 没有违反这个环保或是劳工安全或是食品安全相关的法规 而且情节重大的 这是先决条件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针对着这个前瞻与先进制程设备的这个 今年新推出的这个租税优惠呢 它主要是要提供给 我国公司在这个国际的供应链具关键地位的公司 那不限产业别 简单来讲说如果说这个申请公司它生产的产品或是提供服务在国际市场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像是我们的护国神山这样的公司 那它的那个公司的产品 或是服务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或排名 也是在名列前茅 像这样类型的公司都有资格来申请 那再来呢就是说 针对这个研究发展费用的一个门槛呢 它必须要研发费用必须要达到当年度 必须要达到新来币60亿元以上 然后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金额的比率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研发密度 必须要达到6%以上 那它这个研发金额和比率的计算呢 是以这个会计师查核签证当年度个体的这个综合损益表的金额来计算 好那另外就是说 为了避免我们各国的政府呢 滥用这个租税优惠来 让它国内的这个企业有不正当的一个竞争优势呢 它这边还另外设了一个一个有效税率的门槛 申请投资抵减能够实用投资抵减这个公司呢 它必须要有效税率 营锁税有效税率 在112年必须要达到12% 那113年起呢必须达到15% 这15%也就是我们全球最低税负制的 目前规划中的一个最低的税负就是15% 那所谓的有效税率 它所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指公司当年度实际上在台湾缴纳的营锁税 占全年所得的比率 但是它可以以自行申报的金额来去核算 但最终呢它的有效税率是多少呢 还是以税人机关它核定的数字为准 是刚才Eason提到的这个门槛其实还蛮高的 当年研发费用必须达新台币60亿 这个说实话应该不是太多企业能够达到这个部分 那前瞻研发支出的抵减 跟它认定的范围 跟刚才我们提到的所谓的研发投资抵减 它又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它主要的不同的地方在于说 前面提到的那个研发支出抵减呢 它是可以选择是当年度或是分三个年度去抵减 但是前瞻研发支出呢 它只能够在当年度投资于前瞻研发的这个支出金额 25%去抵减当年度因纳的营锁税税额 它就不能选了 对而且它研发的范围也限制比较高 它只能够限制于是开发或设计新产品 新服务的生产程序 或是它的这个prototype原型 所从事的这个研发活动 还有或者是说开发新材料 新原料新的零组件 但是不能够不包含改善现有产品 生产程序或现有的原料材料零组件 所从事的研发活动 而且呢另外针对研发单位来讲的话 它不能够是一个由非专责单位来进行 它必须要有一个专责的单位 不可以说是分散在公司的各个部门里面 去试用的 那另外关于这个部分呢 我也想请教一下 在先进制程这块 它的投资的认定标准又有什么差异吗 一般来说如果公司 它在当年度购置制性使用的先进制程 相关的一个设备 而且它的门槛达到新台币100亿元的时候 它就可以去申请支出金额的5%范围内去做抵检 那这个部分不同于前述呢 我们讲到智慧机械5G资安产品的一个抵检 可以选择在当年度抵检 或是分三个年度去抵检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是 那在支出的抵检范围方面呢 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智慧机械5G资安产品 它的抵检范围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如果是自行制造先进制程设备呢 它是可以就生产实际成本去申请抵检 那如果是向他人购买 或是委托他人制造设备 它可以抵检的费用 也就仅限于取得设备的价款 运费以及保险费 它是不可以去包括取得设备而支出的 贷款利息用金以及关税等其他费用的 这个门槛又更高了 它达到新台币100亿 所以也是一样 这个试用的门槛确实是相当 相当限缩在比较大型的这样的公司 那我想请教一下Lina 刚才这两项比较最近的时间 才提出的抵检的优惠 它的上限跟前述的这个投资抵检 有不一样吗 有的 就是在前瞻研发支出 以及先进制程设备的 它的抵检上限呢 都是以当年度公司盈利事业所得税额的 30%为限 那如果说同一个年度呢 公司选择同时适用前瞻研发计划 以及先进制程设备的投资抵检时 或是它有跟其他的投资抵检 合并试用的时候 当年度合计可以抵检的总和呢 必须以不超过 它因那盈利事业所得税额的 50%为限 换句话说呢 如果公司它在同一个年度 同时申请试用 这两个计划 虽然个别可以抵检上限 是30% 那加总期来的上限是60% 但是呢 也只能以当年度50%的 盈利事业所得税额为限 是 那我们这两项投资抵检 它能够用同一个计划去申请 其他的租税优惠吗 Eason 就刚刚前面有提到 它如果说去针对先进制程设备的部分的话 它当然可以去申请抵检 那个实质投资问费与免税的部分 但是如果说 它要去申请其他前面讲到的设备投底 或者是那个研发投底的时候 它就不能够再重复去申请了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如果说 这两项资格比较新提出的 这个投资抵检的优惠 在审查上碰到了不符的问题的话 Eason我们能够把它更正回 原来一般性质的这个投资抵检 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智慧机械5G还有资安的这个抵检吗 可以的 只要申请公司 它在审查结果 送达的次期一个月内 向税源机关申请更正试用 它就可以去申请试用 前面提到的这个一般的研发制处理 或者是5G智慧机械资安的这个设备投底 但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如果没有办理 或是与期办理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申请使用前面的这个设备投底 和研发投底了 所以有一个限期更正的必要性 对对对对 这个公司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是其实我们谈了这么多投资低检 无非就是希望说公司能够在合法的这个认定空间内 为公司争取最大的这个租税优惠的空间 当然了 我相信刚才分享的非常多 很细部的这个范围 可能在认定基准上 一定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那不清楚的地方呢 现场这两位专家 就会是你请教最好的一个资料的来源 也期待大家能够在税务优惠上 能够多听到这两位专家的意见 让我们谢谢Eason和Lina 谢谢Eason 谢谢大家 谢谢Lina 谢谢大家 谢谢Peter KPMG知识音量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by bwd6